这抹股炎我记得被黑龙的爆炸火球很容易就摧毁掉了 换成我的火箭筒轰炸就硬得跟铁一样了 那好吧 听从大师兄的建议 试试看用钻头能不能挖掉 好像挖的速度还算快哦 我看到你的位置就在我正下方了 看来你已经挖进去了 我感觉离这两个家伙很近了 但是还没有看到人影 只是出现他们锁定攻击我的红圈 有可能就在我头顶 果然就在我头顶上 我现在就上去灭了他 过来个去 好像是我被卸灭了 哦 什么情况 我挂掉以后就直接上来了 好像最近都有这样问题出现 可能是小bug吧 小伙伴们有没有遇到呢 那这样对咱们就很不利了 只要咳皮一次就得上来一次 那你疯的这些蒙古炎就是个祸害啊 要下去很麻烦的 你可以从我刚才用地形编辑器 挖穿的这个动机去下去 能直接就找到他们的 好吧 那我下去看看 不会下去就直接咳皮了吧 哎呦 居然没有往下掉了 好像踩到他们的头顶会自动往上弹的 这是啥情况啊 看来还得另打出路了 后面我发现有个家伙的身体 没有完全被封印住 还露出一些在外面 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位置 所以打了这条通道来到了他的正下方 用能量剑就能轻松砍到他了 而且掉血速度杠杠的 应该很快就会被我收拾掉了 小心哦 远古巨人和黑龙又被他们召唤出来了 估计你不太安全了 激光应该能打中你的 不过来个去 还真被你的乌鸦嘴说中了 直接被攻击到了 也不知道是谁搞的 应该是黑龙的杰作吧 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一大堆岩浆恩火了 蒙古岩也被毁掉了一大堆 这下又有点难搞了 连站脚的地方都被搞没了 得重新找个安全一点的位置怼他 不然很容易死翘翘的 不过来个去 原来这外面也这么精彩的 黑龙到处飞 石巨人也跑到蒙古岩的上面来了 石巨人这家伙还挺蛮长的 激光打得那么准 小师弟 你飞远点 我要继续来放大招啦 我想用地形编辑器像封印虚空一样 把石巨人也给封住 已经飞得老高了 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 搞定了 应该被我封住啦 大哥 你想多了 他被挤到旁边而已 我在天上看到一清二楚呢 这么尴尬的 那我还是来把机缘给删掉吧 随你 你慢慢玩 我下来继续找机会干掉主角 很好 我又重新找到了个风水宝帝 现在又能用能量剑打到他了 这次我就不幸不能先送一个回老家 还是能量剑好用又解压 这家伙血量狂掉 那你加油 他们召唤了一堆虚空使徒跑到这上面 就在他们头顶上方帮忙回血 我在这上面复着干掉他们 帮你加速呵护他回老家 好嘞 仪器呵成总算是干掉一个了 大师兄 现在上面什么情况了 雨过天晴 天空从红色变成蓝天白云了 一切都会不正常了 我这下面动静还挺大的 另一个家伙还在不安分的垂打地面 好像他兄弟挂了很生气哦 不过他最好动静大一点 我就更容易找到他了 很好 找到他了 哎呀嘛 这里面这么多硫磺攻守的 都被火箭撕中了 难搞难搞 又得重新找位置了 尴尬了 这边也有 来 送你们个火箭弹 哎呀 把自己也给炸了 哈喽 又见面了 你知识有多么想我吗 有成功的复活到这上面来啦 哎呀 这bug希望能赶紧修复啊 不然还挺麻烦的 没咯屁一次就得上去一次 贼烦的 好像又找到了个风水宝地了 在这里应该安全的吧 赶紧怼 哎呀 这样也会被垂打到啊 真是尴尬 又回来和大师兄碰面了 哎 这家伙跑哪了 我也回来了 刚刚想下去帮忙的 没想到刚下去就被打回来了 小菜鸟 你还是乖乖在上面帮忙打虚红使徒就行了 我干掉过一个 比你有经验多了 不过这里面现在空间被黑龙弄得太空旷了 这家伙活动太自由了 而且小怪也多 有点难下手啊 大师兄 要不我先出去 你把他再封印一次吧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这个简单 那你赶紧出来吧 我已经飞到空中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我就搞点不一样的 怎么样 有没有亮下你的太和经验啊 哇塞 弄成虎破旷啊 这个可以哦 敲了还能增加星星呢 果子就下去搞它